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你收听神中课 《效法主耶稣》7月12日的信息 今天的题目是 《对于每个难处,上帝的恩典都是救用的》 引用的圣经章是在哥林多后书12章9节 这里说 他对我说,我的恩典救你用的 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 哥林多后书12章9节 今天信息的内容是引用 《保罗略传》 《原文第296-298》 他说,没有人是处在 不能够信从上帝的环境当中 今天的基督徒,他们的信心实在太小了 他们只是在能够看见有利的成果前景的时候 才肯为耶稣和祂的事业工作 上帝的恩典 将会配合每一个真信徒的努力 这个恩典在一切的环境之中 是够我们用的 基督的灵 要在一切忠心信从的人的品格上 是发挥更新 完善的能力 上帝是伟大的 持有永有者 是生命的传源 是权威和能力的忠心 他的儿女 无论在什么环境当中 都没有充分的理由 不信从上帝的要求 上帝要我们 我们对那些照在我们道路上的亮光是负责 我们看来好像是被那些不能够胜过的障碍所包围 更加会拿这些东西 是当作自己不信从耶稣真理的借口 但是这样所提出的理由 都是不可以充分的 也是不对的 如果是真有理由的话 那就证明我们的天父是不公平的了 也就是证明 他为我们定了一些不能够履行的得救的条件 基督徒应该只是想到世界末日前 可能会遭受的一切的识念 他只是需要专心的事奉上帝 每日为荣耀上帝而生活和工作 这样那些表面上 不可以克服的障碍 就会逐渐消失了 如果他真的遇到他所担心的事的时候 基督的恩典也必定按照他的需要 是分给他的 有足够的力量 是被他了应付和克服一切的困难 凡是专心侍奉上帝的人 一定能够找到机会为上帝服务 他必定讨告、读经、追求得行 并且放弃罪恶 他既然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 并且忍受罪人这样顶撞的耶稣 就必定勇敢地对待侮辱和嘲笑 信实的主已经应许要赐给他们帮助和恩典 对一切信靠他的人 上帝必定履行他的应许 这个信息的内容是引用 保罗略传原文第296至298页 多谢你今天的收听 希望你明天继续收听 再会